新的构材 首先整个 scenario 有一个人 他要做一个 batch 公司内部的一个 牌 然后呢 这个就是新的员工 他要填这一表格 他要附上他的名片 因为这个人缺了他其他的资料 所以他缺了他的名片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他的老板 要 approve 这个事情 最后呢 这个人呢 就是 local 的一个部门 就是发给他真正的 哪个 batch 类似这样的一个 batch 类似这样的一个 batch OK 首先你 上发的时候呢 一个总部会寄给你一个文件 要填 然后叫老板 approve 叫 local 的会寄给你一个 batch 这个就是整个 workflow 的一个概念 OK 首先 你看到呢 跟刚才的都一样 先寄给 A A 再寄给 B B 再寄给 C 这个使用 workflow 所以你看到呢 A B C 但是他们的角色 可能不一样 一个是 P 一个是 sign 的 可能一个是我知道了就好了 所以你会看到呢 这个是不同的角色 包括这个是 sign 的 这个是我知道了 OK 35 Recipient 所以我们在东西三里面呢 添加了这些不同的角色 OK 好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 share 填的文件 OK 好 你会看到我刚才说的 添加了新的功能 新的角色 然后 定义好某些位置 OK 定义好某些位置 怎么去签名 签名的位置 要填的位置 刚才讲过了 右手边就是刚才我们加进去的一个印章 OK 然后一个 digital signature OK 也 share 定一个位置 就是让他upload他的business card OK 他的business card OK 好 submit 之后呢 这个新的员工sara 现在要填了 OK 要填很简单 她打开她的mobile app 然后填这个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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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他就填了 OK 在信用卡 不好意思 在这个business card的 名片的部分 OK 他可以呢 用nobiscate OK 他可以用这个nobiscate 的部分 OK OK 画个lip adobe scan 这个 这个行动APP 把他要的 这个名片 好像刚才我做的一样 OK 所以拍完之后呢 他会坐下 这个名片 拍完之后呢 还是可以crop crop完之后呢 到acrobat 去开启 然后呢 也可以把某一些 比如说 他的电话号码 拿出来 copy 然后paste到他的form OK paste到他的form OK 然后填 好了 之后呢 因为他不需要签名嘛 他只是一个form fill out 他语言这个表 比较容易 OK 然后到他的老板 Sam Sam收到之后 他一样的 他填 他自己的一个ID number 我是他的老板 然后他就很需要签名 OK 他的这个方法 去做一个签名 我们还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呢 在签名的部分呢 就是说他签名 他的手机签名 就是可以上到这个云端 然后他在软体里面呢 可以拿回他的签名 在这个软体里面去签 都可以 OK 他几时有从这边 他选这个模板 然后他会收到一个信息 就是说 你现在的签名呢 会组装到你的鱼端 组装到你的鱼端之后呢 他在软体 他回到公司 用电脑发帐 也可以拿到同样的签名 OK 这个就是一个好处 就是说 不会每一支签名都不一样的 OK 他签完之后呢 OK 然后就到 这个Ashley 这几个人 就去分发这个Batch 他只需要说 我知道了 所有人 所有东西都填好了 我现在给他一个Batch OK 他只需要做贴片 说 OK 什么都不用填 OK 给他一个Batch OK 那就搞定了 OK 然后我就说 我知道了 OK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子 就可以解决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Document Cloud 里面的Adobe Sign 跟Adobe Scan 去做一个配合 OK 就是说 整个Workflow 可以完完全全 可以Digital去搞定 OK 就不需要 印出来啊 扫描啊 等等 等等 也不用等 OK 因为他铁表格 不一定在电脑前面 他用手机 其实都可以